客運直接橫躺在國道上 車身幾乎佔據三線車道 客運駕駛和乘客一共20個人 有15名乘客受傷 分別送往醫院救治 事故發生在一號中午 國道三號南下57.6公里大溪路段 透過後方車輛的行車記錄器 畫面看到 客運車在變換車道時 擦撞到前方的貨車 導致整輛車打滑 失去平衡 直接翻覆 乘客經歷過生死 一瞬間久久無法平復心情 過程雖然驚恐 但是受傷乘客 都沒有生命危險 只是受到這起事故影響 只剩下內側可以通行 後方車流一度回堵超過六公里 前後花了兩個小時才排除 大愛新聞綜合報導